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生生少年 這一集要告訴大家 五金行到底應該怎麼選 基本上台灣的五金行分成四大類 第一種叫做 綜合型百貨類 第二種叫做 專業五金類 第三種叫做 傳統五金 第四種叫做 五金專門店 好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拍這一集來告訴大家呢 因為有許多的網友 跟我相信很多有在DIY的朋友 你都會有一樣的問題 你去一般的就是五金的百貨 還是你去一些 一般開架式的店裡面 你卻找不到一些你要的尺寸 那你問店員 店員也看不懂 然後店員也不知道你在供攤銷 那還有一種狀況呢 就是你今天去你要裝個東西 但是你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 這一集就是要告訴大家 你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應該去找什麼樣的五金行 而且還有什麼樣的五金行買東西 最便宜最划算 什麼樣的五金行不要去 第一種叫做綜合型百貨 什麼叫做綜合型百貨呢 好比說 就這種東西它就稱為叫做綜合型百貨 那綜合型百貨你可以幹嘛咧 你可以買到一些鍋碗瓢盆 你可以買到一些生活用品 你可以買到一些 Ninicoco 反正什麼都買 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所以它最大的問題呢 當然就是選擇很多種 你可能在這樣的畫畫世界裡面 你的師父叫你去買一個螺絲起司 結果你被一些 東西誘惑了 所以你就花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就沒有辦法回去公班裡面上班 好那既然是一個這麼充滿誘惑的地方 那我們就不要出外景了 才不會我們整件公司都在那邊逛街 然後呢第二種它叫做傳統五金行 然後傳統五金行呢 它分成好多類嘛 因為藉由四代交替 一代交給二代 二代交給三代 三代交給四代 四代交給五代 還有再加上一個脈絡 然後從頭到尾一路這樣子根源下來呢 它有分成好幾種 那其中有一種呢 叫做 那這種五金裡面呢 它其實像是地區性的一種五金店 就是它會賣一些 掃把笨斗啊 就是像一些生活家電用品啊 清潔用品啊 那它也會賣五金行的東西 但它的五金的東西呢 有包含到工程項目的 有包含到一些簡易水電的 它也會賣電動工具 好比說像這樣 像這種就是傳統的生活五金材料行 像這種就有賣一些掃把啊 笨斗啊 然後追貢啊 你要什麼 沒有沒有 搞BD40喔 對 來 搞BD40你來 搞BD條 弟弟弟弟 偽裝員工 欸你知道這什麼嗎 你都在幹嘛的嗎 不知道 就是木頭 就是以前那個 做中紅啊 還是你要做什麼 你油耍 頭前才有一個釘子 它釘就是可以釘在木頭上 然後墨汁 伸過去 然後啪 把它拉緊 釘一下就一條線 就很漂亮 你知道紅毛豆拿來幹嘛的嗎 刷殭屍的 這種地方 你看還有工程筆 有沒有 小許 紅色的 你結婚了嗎 蛤 你結婚了嗎 結婚 我不會了 要不要 為什麼 你要幫我介紹 一 我們當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四分年齡 還是你要介紹 你說哪裡 那個 那個啦 那個啦 好 好 各位廣大超認真的男粉們 如果你現在單身 然後條件還不錯 就是 你有什麼條件嗎 條件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第二身體健康 第二 誠實 誠實 這樣就好了 兩天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有簡單嗎 兩天 請大家到台北如酒 來這裡 大家慢慢 先來買東西 東西買之後 偷偷看 看之後 有咬的再說 你也有咬的 你還在說 這樣 好 所以像這類的五金堂 什麼都有賣 你又賣女兒 沒有 女兒沒有賣 女兒就是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現場去應徵 好不好 各位廣大的男性朋友們 請看一下以下電話 另外一種呢 就是傳統五金堂裡面 我們剛剛講到 二代 三代 四代 五代 六代 他一路傳下來的時候 新一代的人 他有一種新一代的想法 跟新一代的思維 於是呢 傳統五金堂 他現在也可能會 接觸到變成是 電動工具品牌的 經銷商 他們兩個會結合在一起 就像這樣 接下來這種呢 算是我個人最常 最常跑來的店 就是叫做 五金工程的專門店 然後呢 這間店他也算是一種 電動工具的經銷商 所以你可以在外面 就看到很多 不同品牌的 的工具啊 但是進去這種店 就是要講一些素 然後跟講一些 就是你要買什麼東西 哈囉 你好 這庫沒看 然後這個咧 就是小老闆 終於我們從 我認識好久了 從 從我從 從他們那種小學徒 那種薩巴拉 然後到現在 然後他們這種專門店呢 有一個特色就是 二十四小時 沒有 不要二十小時啦 晚上要休息 對 如果臨時要什麼東西 然後你可以用教貨 然後他們會送 都會送嘛 對啊 還是就送 近一點都會送 遠一點用記得 然後咧 在這種五金堂 有一個特別的特色 就是 不用付錢 不用付錢啦 你如果等到你 現金交易 然後你久了之後 你會看不上 那就是這種 五金堂的特色 就是你會簽一個簽單 然後簽單呢 就是你定期 就是 有些每個月啦 有些每個禮拜啦 然後或者是 他們主要都是給一些 老一輩的師傅方便 對 然後才要在此呼籲大家 吳京堂 大家的經營都非常辛苦 請你如果曾經在 吳京堂簽過單的朋友 請趕快來付錢 欠錢的人會衰 然後咧 工作會做不順 轉圍會斷掉 沙輪片會射出來 哈哈哈哈 對 然後這種店 通常都會有一個漂亮的會計小姐 會計小姐 會計小姐 會計小姐嫁人 對 大家不要想 嫁人 大家不要太想 然後之前跟人家講那個 振動電鑽 在那集裡面跟大家講說 可以拿換吉拉選的 其實就在這邊買的 你看它時事 從上面往上 就把它超多種 這個還不錯 這個我個人蠻推薦的 所以像這一類的專業五金堂呢 它裡面可能包含 就是工程項目的 水電項目的 機械項目的 也就是呢 你進去你就要劈哩趴 直接告訴老闆說 我要買什麼 我要什麼東西 你千萬千萬不要在裡面 就是一個什麼都不懂 像小綿羊一樣 走到裡面 然後你卻不知道你要幹嘛 因為像這一類的五金堂呢 它雖然充滿了人情味 但是它也是非常快節奏的 所以裡面的阿姨 基本上脾氣都不是很好 所以尤其是在這一類的五金堂 雖然它價格便宜 速度很快 它比較適合就是像我們這類 長期有在做工程阿 裝潢阿 還是一些你進去就很明確告訴他 我要什麼 那這類的五金堂 還有一個很棒的東西叫 人情味 就當你混得越久之後 你可以跟他們整個家裡面越來越好 有的時候你要買一些材料阿 你要買一些設備阿 或者是你要找一些東西 要去解決你工程的問題 那這類的五金堂 其實當你混熟的時候 他們甚至都會開車 然後幫你載 當然要收取一點服務費 好啦那說到如果是 今天你不像我們 我們已經在這個業界從事非常多年的朋友 那你又想要結束工業環境 你又想要買材料自己DIY 那你應該怎麼辦呢 就是你就可以去開架式的五金堂 那像這種開架式的五金堂 它有什麼樣的優點呢 好比說它的價錢透明化 第二個呢 它的環境比較明亮 而且有冷氣可以吹 那第三個呢 就是其實這種的店 它也是能夠預訂的 它也是可以幫你外送的 所以呢 為什麼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去這樣子的店呢 因為第一個 增獎你的學術知識 就好比說 你知道這個東西長得什麼樣 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名詞叫什麼 你就可以去開架式五金 先了解就是每個東西的名詞 跟它真正的尺寸啊 價錢啊 價位等等 那第二種呢 就是增加你的視野 就是開闊你的想像力 因為通常在這種專門的五金行 就是專業的五金行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哩哩哩哩的東西 所以歡迎大家去那邊 把你當成新手村 然後或者是歡迎大家可以去那邊 多多開開你自己的眼界 那什麼樣形式的店 叫做開架式的五金店呢 請看 好接下來這一種呢 就是我常跟大家說叫開架式五金 什麼叫開架式五金呢 就是它會把價錢 名系這東西是什麼樣的名稱 它都直接打在上面 那我個人就蠻建議 如果你今天不太會講術語 或者是你不太知道 你要買什麼 然後你想要一次找到很多東西的話 個人強烈建議 正義五金 因為正義五金就是我們在 北中南向我到處安裝 如果你今天少帶了材料 忘了什麼工具 然後你就直接打開Google 找正義五金 北中南到處都有 那他們也是懂術語 然後也會懂一些工具的基本操作 走 我要找鐵布西路 然後一個白天子子公螺絲 兩分的壓住 還有電池竹子 你如果白天子子公螺絲 在第一排頭前倒手邊 你如果電池竹子跟 電池竹子是第四排 倒手邊 然後你鐵布西路在右手邊 對 然後壓住在第七排頭前右手邊 第七排OK OK 您家跟我忍者龜 有 忍者龜在第五排 感覺到 就看到對了 OK 好 來我們帶大家來看忍者龜 忍者龜 你不知道忍者龜 忍者龜 這個啊 這忍者龜 來來來來 忍者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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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粒 鐵布西路 來各位觀眾朋友 這就是鐵布西路 你如果是要接那個什麼 接槓啊 或是你的水啊 你們家的水槓 如果是要接起來 中間可以用鐵布西路 好 來 忍者龜 然後我們這邊有賣一些PVC管 配線的 來 白鐵的主攻樓梯 什麼叫主攻呢 就是它自己會把那個牙弓進去 所以大家如果要鑽鐵啊 就像這種鐵板有沒有 你就拿衝擊起子 或電鑽 往下鑽 它前面這邊會有一個很像 鑽尾的那個鑽頭 那這東西就是製工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太知道你要 講一些什麼術語 或者是什麼東西怎麼合的話 其實我個人就還滿強力建議大家 你可以到鑽尾五金 先把一些 上面的名詞啊都搞懂 等到你真的東西 你都很明確知道你要什麼的時候 你再去挑戰 挑戰那個就傳統五金行 就一去去劈一趴講 我剛 我剛走出來的時候才發現 我好像 最後把那個垃圾袋放在櫃台 然後我沒有結帳 但我也沒有拿 我就直接 我們就直接走了 OK 我還想說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就是 他們這邊的店員就是好像 到入行的第一天開始就要背就是 兩分鴨條在第七排的最後面 那邊有一間呢 哪一個 那邊有一間 不然我們來試一下就是 是不是每一間正宜五金 大家都能夠背得出來 換另外一間 逢甲店的正宜五金 好來啊 繼續來 找我們獨下北京的垃圾袋 需要什麼嗎 你剛有那個垃圾袋的小拔的 有 你很面熟 你是不是 要來加個Line嗎 沒有 就搞定 沒有啊 垃圾袋的 垃圾袋嗎 在二號 那我覺得認出我來就不準 來來來來 悠悠換你問 我們來看一下每一間正宜五金 是不是都能夠問得出來 你問啊 認識的人問 沒有用 你要 要找什麼嗎 我要說價值 害羞什麼 相信 要螺絲嗎 是嗎 三層的那種 有有有 有嗎 那我要買什麼東西 那你可能需要 塑膠器啊 螺絲 還有電動棋子 那一般都會鎖多森 至少要那個硬擠的 對 然後塑膠器壓的話 就用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這要怎麼用啊 這上面的樹枝是什麼意思 這可以 來 鎖螺絲的 還在正面板 OK 來 看一下這個 來 集會教育節 壓線板 好 各位美術系的朋友 還是各位你是念設計的 還是你要做展場的朋友 如果今天你的線 螺螺在外面 就是它在地上 人家會提到的話 請用這種 壓線槽 這種展場安全啊 基本教育 這一定要的 來 樹立控 大家最常會跑到這個地方買 就買樹立控 樹立控算蠻便宜的 而且 我自己用都覺得還不錯 然後上面刮刀 樹立控各種刮刀 我跟你說啊 我個人覺得 自認為我算是一個 打樹立控的小高手啦 就是各種奇奇怪怪的刀 的那個刮刀刀片 刀片要保持乾淨 每刮一次擦一次擦乾淨 好 這個來 各位同學 你要什麼嗎 飛機杯 那這種東西喔 這種東西喔 就是你在 打那個電鑽的時候啊 你會把這個東西 塞在那個電鑽前面 然後這樣打上去的時候 它那個灰塵 就會集成在這個飛機杯裡面 我們發現一個東西 那個前天喔 你在那個傳統五金 買不到WD4的朋友 來這邊很多罐 大罐小罐 大罐的比較實在 小罐的比較爽 所以基本上呢 其實鎮影五金 他們就是集結了一個 水電啊 裝潢啊 然後 製缸啊 就是他們各種重型工業 你基本上會用到的 普通的東西的一個 集合的開架式五金行 當然東西會比 那些專門店航貴一點點 但是你要換算一下喔 我先開車到水電航 買完這東西 你在開車到裝潢五金買東西 在開車到水缸的專門店 在買東西 就是你花的這些時間跟有錢 我會覺得這個比較划算 所以 當然你又不同的選擇 你每一個人 大家的工廠機制啊 跟每一個人 對於家裡DIY的方式都 在家DIY的方式都不一樣啊 所以你都可以 去挑選一個 你喜歡或者適合你 後適合你的五金行 有會員嗎 有 22270 有 時間在那裡 有 那有用載具嗎 有 目前還是刷卡 要不要賠 來就跳出來了 來順便跟大家環保小煎兵宣導一下 就是 燈管喔 你家裡燈管壞掉 你不要亂丟 然後你要加個回收業者 或者是 加個這種回收箱 然後呢 如果你到正義五金來 你忘記就是你家的燈泡 或者是你家的東西 它的 燈泡尺寸然後規格 你可以把舊的燈泡拆下來 然後直接拿燈泡來問店員 問完之後舊的燈泡丟在這裡 就大概這樣子 號召 各式專業師傅跟工班 不就是我們嗎 對不對 防水抓肉 水電工班 衛浴工程 木工 登具雜工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如果各位師傅們 你有空來的話 你來號召一下 然後告訴我 到我們的臉書 告訴我們說這是幹嘛的 然後最後一種呢 當然還有包含就是 螺絲行 建材行 水電材料行 就是各種 它就是單純只賣工具 這個時候你就專門專項了 那還有像是 電料行 油漆行 這種東西 就是像我們之前拍過的 油漆專門店 那這種東西適合誰呢 就是適合在職場的工班們 就這種東西 你就是你可以打電話叫 那這些有些像建材行的 他也會幫你送 送版料 或送材料 這一切都看你的交情 跟看你這個人的人緣好不好 那最後的最後呢 跟大家補充一種 第五種 就是最後一種的五金店 這種東西叫做 草辣漆 什麼叫草辣漆呢 就是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工具 你這邊工地做一做 它突然不見了 你要去哪邊找呢 草辣漆 它當然不一定 全部東西都偷來的 但是我們在 業界裡面統成 這個叫草辣漆 價錢完全不透明 這個東西 你可能會買到張物 接下來這個東西 它買到壞掉的東西 下次你絕對找不到人 那我們為了這個企劃呢 我們攝影師 冒著生命危險 跟著我們去走一趟 像這樣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句 就是沒有人願意 就是做這種 停而走前的生意 我相信很多老闆 也是辛苦的人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 很樂意捐錢給這些人 我也沒意見啦 所以最後的最後呢 總結這一切 去武器行有什麼樣的重點呢 第一個有禮貌 第二個不要亂撒假 第三個就是有問題 你就要好好的問 第四個 你該什麼樣的人 就該去什麼樣的武器行 然後最後第五個 就是請去買公司貨 這些所有的專業知識 其實它都是需要付費的 請大家不要去 亂砍人家的價錢 然後買一個電動工具 要人家送什麼 送這個送那個 那你問人家東西的時候 人家也沒有給他諮詢費 就像看醫生嘛 如果你對於武器行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是你對武器行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是你想要應徵 那一間武器行的女婿呢 就是歡迎你在我們下面留言 然後告訴我們 那最後的重點就是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我們訂閱 然後留言 然後幫我們多多分享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才能夠 拍出更好 更棒的東西給大家看 好 以上就是潮人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不 第二種呢 叫做專門 武器行 基本上呢台灣的武器行 它分成四大類 第一種呢叫綜合型版 就是 你臉上 幹 綜合型百貨 第二種呢叫做 專門 專門武器行 專業武器行啦 傳統